Hello 大家好 灣區志業的強 今天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 陽光之下帶大家來到少慶新區 大家看到灣區的西部華僑城 我曾經來這裡拍過兩次 今次的回訪 就給了最新的資訊給大家 大家先進去看看我們的銷售中心 再重申一次 將現時的情況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介紹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灣區志業 現在我們來到銷售中心 請到山姐和我們介紹 這麼漂亮的領導 介紹這麼漂亮的華僑城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珊珊 現在又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華僑城的情況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所在的位置 其實我們現在的位置 就是新區的核心中心 是行政的核心板塊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 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這個區域 現在這個紅色圈起的板塊 就是紹興新區 左邊這邊就是端州九城區 是的 是 右邊這邊就是靠近珠三角 越港澳大蚊區的板塊 我們屬於整個位置 交通権樓就是整個越西地區 大西南的交通権樓英喉位置 我們現在所在的新區 首先說回我們新區的配套 我們的位置 是新區的核心中心 基本上行政配套都已經是比較完善的了 首先它的交通配套 就是有一個五環五順的交通網絡 是 現在的道路來到新區 都可以看到 新的一個面貌 交通配套商來說是比較完善的 是的 我想問你其實 你說交通樓 我看到一個邵慶東站 一個高鐵站 距離我們有多遠 大概是五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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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接下來我要說的 除了我們一個本身的市政道路之餘 就有三條一個高速 以及一個高鐵站和輕軌站 首先距離我們的邵慶東站 它有輕軌和高鐵 輕軌的話 就直接去到廣州火車站 去到廣州越秀區 就是比較旺的一個地區 是有輕軌的 每個小時有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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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邵慶東站 是的 那如果在香港過來哪裡呢 香港就可以搭高鐵的 這個有桂港高鐵和邵港高鐵 這兩條高鐵的話 直接去到香港西九龍 去到香港西九龍最快的一個半小時 現在每天都有三個班車 每天都有三個班車 每天都有三個班車 三個班車在邵慶東站 去到香港 邵慶東站去到香港 香港過來邵慶這邊 每天都有兩個班車 其實現在訂票都非常方便 最快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直接去到香港西九龍 這個邵慶東站 途徑是經過佛山西 廣州南 再到深圳 再到香港 幾個站 是的 有好幾個站 所以基本上都是 越港澳大湾區 珠山谷地區都可以到達 OK 這個就是這個交通配套 再說回它裏面的一個市政配套之餘 就是有這個兩管一工的 文化館 檔案館 和青少年工 兩管一工 是的 隔壁還有市區或郭震嵐館 是 市民公園 行政大樓 行政生活中心 新區的生活中心 以及這邊的體育中心 都是集中在這個板塊 距離我們項目 都是五分鐘都可以到達 怪不得全部都是 新區新配置的東西 是的 因為這裡就是一個 新的去打造的行政板塊 以及這邊不單是 它有行政的配套 生活配套都非常便利 首先它會有 這個中間三格醫院 也是新的 有醫院 有三格的 這個醫院都已經開放了 即是已經在運行中 是的 在運行中 除了醫療配套之外 還有一些教育配套 亦都需要小朋友讀書 生活配套 有教育配套 有華僑性小學 孫興中學 不但由小學 初中高中都有 即是不同年齡段都有 是的 由幼遠小學 初中高中 香港理工大學也有 是的 在這邊 相對來說 無論是教育 醫療 生活配套 還有大家很關心 住在這裡 想去休閒的地方 已經有三大公園 有應用戶公園 濕地公園 以及長里河 沙灘公園 現在這三個公園 節目都比較豐富 也比較多人去那裡玩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商業配套 就有應用戶 隨市場 有隨市場 這個隨市場是很方便的 因為之前很多業主買了之後 一個人說自己要煮飯 現在比較近的話 大概是兩三公里左右 就有這個應用市場 如果是住在我們 輕按這個板塊的情況 直接走過去 都是十零分鐘 就可以去到取市場 這是生活方面的 非常之便利 是的 現在的人都很喜歡自己煮食 因為比較健康 在外面吃的東西 不是不好 窩氣就夠了 但經常在外面吃 始終都不得健康 所以始終都是這些配套 逐步逐步地完善 是的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 品牌正設中心 這裏就是售納部 那裏很大 是的 我們的項目有八千某 規劃用力 我們才站在這裏 這麼小小的地方 沒錯 我們是這個小小的地方 在裏面 是的 這個位置就是 我們現在只靠著應用戶公園 是我們售納部門口 就是應用戶公園 這個公園是非常熱鬧的 尤其現在的中秋 都是很多不同的 實際上 我們現在銷售中心 對面的路就是 這個應用戶公園 是的 這個應用戶公園 怪不知禁定的陸化 是的 有三千多毫 一個達到國家3A風景區的 一個市民公園 是 由這條應用戶 一直到這條頂目大道 迎著這條廣佛少興櫃 這條高架橋 一直到達到 邵平東站 再分為這條新恩路 和文澤路 見到這圈總共有八千毫 有一個巨位用地 預計總投資是390幾億 那麼我們八千毫 當中分為四個板塊去虛發 中間這裏 一千四百毫 分為三個板塊 分別有733毫 卡路星球遊路牆 和預計總投資 38個億 已經是 投近工 這兩年 後期都會逐漸完善 現在動工 這裏是227毫的產業基地 後期都是辦公死子樓 這些互聯網 年輕人創業的產業基地 這裏是423毫的 領南水街商業街 以後的商場 超市步行街 都集中在這個板塊 它類似領南風格 最融入商業的 可以旅遊加光光為一體的 大型商業中合體 我們售納部 也是商業街的其中一部分 剛才聽你說的 第一個是娛樂 即是文旅 另一個是創業園 亦都可以給到 我們年輕一代的 在這裏創業 創業、就業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領南的商業體 日後的旅遊觀光 加上生活便利的商業 可以行街吃飯 看戲的地方 其實住在這裏 在我們內部來說 我們吃喝戶 甚麼都齊了 沒錯 這三個板塊 我們另外四個住宅地塊 分別有我們順水岸 應湖畔 天鵝堡 和香山里 四個住宅板塊 大約是十八個兆區 目前國安已經開發了 已經開發了五個兆區 分別有我們一期的順水岸 A區沿岸 B區這個湖岸 二期的順水岸 西岸 三期就是天鵝堡那邊 三期就是天鵝堡那邊 四期就是應湖畔這一邊 也是最新的這一期 即現在我們推的是哪一期 其實我們這五個兆區都在賣 但是一期基本上都已經賣光了 很多業主都已經入住 以及拿了房診證 即陸陸續續入住 一二一期加起來 我們現在差不多有 一千位香港業主 是的 很多香港人過來賣 是的 所以這裏的港人的氛圍 同聲同氣的氛圍 都是比較OK的 是這裏的氛圍比較好的 我覺得有兩大特點 這裏比較適宜居住 是 環境很漂亮 另外一個 物價和售價都不貴 都是太便宜 是的 這裏生活就相對說 沒有什麼壓力了 是的 接觸都不會太快 是非常適宜在這裏 度假 放鬆的 是的 還有一些 我們可以說到長者 回來這裏 就是養老最適合了 養老度假 包括 延龜正磚傳 不要說說 延龜正磚傳 先說到住那裏 好了 我們一期這裏 基本上了 現在我們在推的是哪裏 是 我們現在以期 就是因為剛剛收藏 沒多久 現在這邊還有部分 現在清禁美貨 你說的是別墅 還是 有別墅 有別墅 有合縣 還有洋房 現在以期欺岸這裏 現在是營樓 來的 營樓現在是 清禁美貨 正在做特價 局慶正在做出小活動 所以性格比他很高 因為這個地段的話 是在求三大公園 首先 它就有長旅河沙灘公園 上面還有一個水送旅園 連通到體育中心 這邊連通到喜雷登和景觀塔 連路一路過來 去到濕地公園 去到應用戶公園 所以如果是說香港朋友想買來 自己住的度假養老的話 這個地段是很適宜的 因為這裏相對來說 這些配套是比較完善 也比較舒適的 都是在公園包圍著 我們現在國慶 在做出銷的話 這邊有98方 是82方 138 1423 189 87都有 即是有很多不同面積 是的 大概價格方面是怎樣 現在在做出銷的價格 有7千多 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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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 9千多 一萬都是無批的 是的 沒錯 現在讓你讓得很厲害 首先我們現在 恭喜早期買了那些 雖然說是10000多元 但他們的景觀 樓層 都是密超所值的 當然 如果是說 對於景觀和樓層 要求沒有這麼高的情況下 又享受地段配套 又享受華僑性的品牌 七字頭買到營樓大裝修的產品 性價比非常之高 現在我亦都跟你講講 現在七字頭這麼高的性價比 第一個就是做動 過慶節 另外一個也是回饋給我們客戶的優惠條件 出來了 除了我們這個儀期的位置 還有哪些呢 還有我們儀期現在最新加推了這個別墅合縣 合縁有隻小烏型合縣有隻八二方的 養房價可以買別墅 八二方有多大呢 八二方的話它是地面三層加起來八二方 但是它送的花園、地下室、露台和車懷 這些都是送的 加起來使用 地面三層才是八二方 是的 稍後我們去看看它有沒有帶裝修的 別墅交樓都是無批的 無批的 是 是 如果八二方是多少錢 八二方 即是我們原來就有兩百多萬 在谷慶的話 我們現在是做了幾套出銷 160萬起 即是140多萬 加上20萬團球的話 就是160多萬起 反正當它是160多 是的 其實就是養房價買別墅 是的 又有自己的花園、車位、地下室的空間 使用的比較多 這個在這裡不趕 我待會去到現場再看看 是的 我們鏡頭可以跟著看看 我們真真正正正八二方 是比我們使用的有多少 是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介紹呢 如果沒有我們就去看兩萬房 是 亦都有我們四期的 如果是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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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望湖單位的話 也有我們四期二號樓 二號樓這個八一方的三房兩位 是 這些是比較適合駕駛中國來住 不需要那麼大面積的 就是三房 是 三房 是 八一方 就是八一方 這個可以直接望到陰陽湖 也是大裝修的 但這個就不是營樓 是明年年代才交樓 這個賣多少錢呢 這個 但國慶的話有幾套 促銷的有八九千元 八九千元 這個手法有手法沒有 只有幾套 說明是國慶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影片早點出 OK 美女帶我們來到二十六樓 什麼二十六樓呢 這個最美的一個湖景 是吧 是燕陽湖 是吧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D5棟 D5棟的二十六樓零二 現在這個已經是應樓無屁的狀態 這個就是交標來的 其實這個是交標來的 等一下我再跟你說一個驚喜 嗯 這個二十六樓 零二單位138方 是飛機烏營網無單位頂層 這是最高那一層 好 首先我們這個是樹廳 來的 餐廳和客廳 客廳有四米一的空間 是足夠大了 是足夠大了 這個 上了四米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是四米一的客廳 而且兩邊房中間廳 那個市民性會比較好一點 是 來到這邊就是我們的景觀陽台 陽台很大 通入房的 是 那個陽台有十米六 這麼寬的 直望這個應陽湖公園 還有這個湖 和這個西岡 現在可以看到領洋盒 這個合口 西岡的水流下來 那個就是領洋盒 是的 現在看到應陽湖 一臉無異 看到上邊還有人在玩飛艇 哦 這兩間是什麼 這裏就是兩管一公 文化館和青少年宮 哦 兩管一公就是這裏 文化館、檔案館和青少年宮 哦 旁邊就是濕地公園 所以這裏看到的視野是很虛樣的 嗯 而且這個是西南向 西南向 所以來說 光線和景觀都是比較好的 嗯 這個給我感覺 前面是別墅 基本上來說 我們一眼看過去 完全沒有遮擋 是的 外面那個濕地公園 是的 首先有一個山景 江景 護景 都是一嵐無異 這個是景觀陽台可以看到的景 嗯 而且它的房間 景觀主要都是這兩間主人房 都是望這個景 首先我們看我們的大主套 這個是大主套 是的 這個是大主套 哦 這個是自帶一個衛生間的大主套 這個主套的話都比較大 可以放在兩米 麥克的場面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因為這個飄窗位是送的 而且這個飄窗已經大了 可以用在這裡兩到三樓的空間 可以看到床頭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個景 同樣它看到的差不多 都是這個護頸 光頸 嗯 是的 這個房間很大 這個是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主套 那這邊是一間客房 客房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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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房也是送了飄窗位的 哦 是飄窗都已經打了 所以這個空間又會 為什麼它這麼好 可以打的這些 它如果不是成長的位置 它就打完 你可以用在這裡兩個幾方的空間 所以這個會形成的 看起來很高 哦 我覺得其實這裡真的是一條樑 是的 一條樑其實是地樑 是的 其實就是上面那裡 是的 下面那裡就可以用那個空間 是的 做到地樑 所以有很多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打 其實我暫停問你 我知道 哈哈 其實這個就是東向的 所以光線也是很好 好 另外我們看右手邊這兩間房 好 這間都是套房 都是主禍來的 這個是似主禍 這個一樣配有洗手間 都是有一個名窗的 這間房的話 就是通過陽腿的 所以它的光線和落地窗的 後果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看到這個景 這個雖然說似主禍而已 但挺好的 有陽台 是它有落地窗的陽腿 給你的主禍還有一個優勢 是 主禍的話它又更加大一點 這個一樣都是景觀 都是望湖景光景 來到這間最小的房間 它都是贈送一半面積的 它原來部件是陽台 但是我們已經回到中央 是房間來的了 已經封好窗的了 即是你家庫那時候 就好像現在這樣 是啊 現在就是營樓來的了 這個跟其他不同了 其他那些 它樣板它就打到給你看 但是家庫那時候 是有副場要自己做 是要自己做 但是我們會幫你整好 現在這個就是家庫的標準 這個又跟大家節省了錢 是 我們最後再看看 我們這邊餐廳旁邊的廚房 這邊就是一個七子營的廚房 這邊七子營的廚房 連同這個生活陽台 可以形成兩個陽腿的一個對流 這個陽腿的話 可以放洗衣機、雜物 主要是景觀用來看風景用的 先生 剛才進來的時候 你買了個關子給我 是 一會兒才給你驚喜 我看完 講完 現在我想知道什麼驚喜 這個驚喜 就是現在這套 我們是菊慶 菊慶特惠價 現在的無批狀態是崇裝修 崇裝修 崇裝修 平均計算是1200元一方 不多 是 都要十幾二十萬的一個裝修價 嘩 這個首先第一個是送裝修 第二個的話 送裝修之餘 它還是有特價 有特價 9700多 總價大約是138萬左右 138萬多 是的 特價138萬多 138萬多 就是已經包含了我們房間的房價 以及裝修 對 包含裝修 這個就是菊慶的很大的驚喜 剩下的就是給物業維修 要維修基金和啟稅 還有啟稅 辦證費 這幾個東西 辦證費有千多元 是的 就是加起來大約兩萬多元 就是8-4萬 基本上8-4萬差不多9點 8-4萬連裝修了 是的 你裝修是否包含了燈子 都包含了 包括廚房和洗手間 這些全包含了 其實之前有關注過 我們環玉盛 我們拍過很多 有交流標準是裝修的 可以參考 之前那些 就是大同小二 沒有百分之百的 沒錯 8-4萬連同一個稅收 搞定 就是130多方的面積 加上裝修 嗯 抵抵 我們繼續看齊 我們來到第二套 超順的一個價錢 性價比超高的單位 現在我們的位置 就是D5棟的7樓 零四單位 120方 四房三位 首先會經過消販門之後 會有公家私用的位置 多了兩個方去使用 這裡已經是正式帶門口 你帶門口進來 這個位置後期可以放鞋 這個呢 這個戶型的話 就是非常方正實用的 一個橫廳戶型 四房三位 八二方 首先我們看到 餐客廳為一體的 這種呢 經常我們是廣棋 可以看到很多豪宅 都是這種橫廳設計的 沙發後面就是這邊的餐廳 這邊的餐廳 裡面就是廚房 它是一個 一路形的廚房 所以它的空間很好用 這邊的廚房還陪有 生活用桌 日常的洗衣機 這些雜物都可以放在這個羊腿 我們主要的景觀羊腿 就可以用來欣賞風景 通風、除光羊 就不用放這麼多雜物了 你看到八二方 四房的羊腿可以這麼大 因為現在我們是七樓的高度 即使是七樓的高度 它前面應該在樓間距離比較虛揚 沒有遮擋 它與一旗的樓 這裡起碼隔100-200米的距離 所以樓間距離是非常虛揚的 沒有遮擋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主觀羊腿 好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邊是正宋一半面積的一個客房 原來部件也是羊腿的 舉造成房 所以這間房子也是比較視野比較虛揚的 可以看到這個長禮湖 還可以看到長禮湖 如果不需要四間房的情況 其實這幅牆可以打通它 其實這幅牆不是城中牆 到這個位置不是城中牆 如果打通它 這裡可以做一個茶室 茶室 這個廳就更加大氣 形成一個南北對樓的客廳 那再進來看看我們這邊的一個公圍的位置 八月方的四房的公圍可以做到這麼大 也有明窗 所以這個公圍的位置也是比較光的 好,我們現在看看第二間房 第二間黑房就是對出去陽台 所以這個也是落地窗 光線也是比較足夠的 這兩間都是套房 第三間房這間是套房 這間是套房 廁主套 這間是廁主套 一樣都配有明窗的廁所 在這邊還可以看到這個長利湖 其實我們在映牆看到的 其實是比較近戶的 不會像鏡頭那樣 兩棟樓那麼窄 其實在映牆看到是比較闊的 好,這間是其中一間套房 最後我們再看看這間大主套 其實很難可以做到 八月方的主套的洗手間這麼大 對,這個閉浴缸也沒問題的 這個主套一樣都是飄槍位 都是送的,都是打了 而且這個窗的位置是夠細闊的 一個七自然的窗 所以整個主任房是很通風取光的 光線是非常足夠的 因為現在我們在七樓 無屁的狀態都可以看到這麼光 後期你裝了修之後 那個後果會更加好 好,最後我們再看看這一套的優惠特價 那現在因為這一套的話 就供應了這個特價的 那個性格比非常之高的 超級大的一套單位 現在看到是營流無屁狀態 很適合的一套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